座内弟兄姊妹平安 网上的各位朋友平安 欢迎来到浩然信耀人生频道 我是浩然王牧师 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圣经 这个华人圣经一年通 那么我们现在是第八周啊 讲了这个上次就是礼拜四啊 这次该着礼拜五了 是吧 我们学个什么呢 那么今天我们学的是那个扫罗初期一表人才 那个撒姆尔纪上十章二十四节是这么说的啊 说撒姆尔对民众说 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 众民中有可比武比他的吗 那个扫罗啊 这个我们的新约里有一个叫扫罗啊 他后来变成保罗了 全出名啊 但是在旧约里还有一个扫罗 这个扫罗呢 是利塞的历史上第一个王 记着 扫罗是历史上第一位君王 他身材高大 比众民高过一头 这个年轻力壮 勇敢物拒深得民心 OK 除此之外呢 扫罗还有一个一颗爱国的心 林邦的侵略令他大为愤怒 林邦的侵略令他大为愤怒 他将登基之时啊 听见雅梅人的王拿 霞周围 约旦河东的激烈 激烈雅比 马上召集以色列人大军火速过河 救了城中的人 扫罗呢 欺开得胜 百姓呢 欣喜地拥戴他作王 但在推翻 推翻菲利士人统治方面 扫罗就有点 局部威艰 菲利士人在以色列的井内 扎营又派突击队 四处强掠 令人不胜其凡 又使以色列人羞愧不已 不过 以色列人总算有两次 值得一提的反击行动 一次是扫罗儿子 约纳丹的壮举 他徒手爬上峭壁 赤手杀死菲利士 是个哨兵 攻下一口 另一口的刺 当然是少年大卫 击杀戈 戈利亚的壮举 扫罗看到这些英勇的战绩 不但没有称赞 反而嫉妒称狂 实在可惜 似乎他登基之 登位之初 却曾经属灵的复兴 神在灵灵到他身上 使他成为一个新的人 可只可惜 他在改变未能持久 他失踪无法控制情绪 之后 从神那里来的恶魔 大大的降在扫罗身上 使他暴怒 苦毒 嫉妒 完全吞噬的 介绍一个圣经的人物 这个人物 就是以色列他们200年 然后神志 结果老是重复 这个腐败 拯救 然后这个 最 报应的时期 希望神志 结果呢 这个神志 没有真正达到神志的效果 所以呢 他们就说 干脆 要王吧 结果呢 勉强的 神呢 就说 可以命于一个王嘛 谁立谁啊 就立了扫罗 那么扫罗呢 他在这个推翻 这个菲利士的统治方面呢 扫罗实际上做得不好 但是他的儿子呢 还打过几次胜仗 打过几次胜仗 那么这里面说的那个 就是我看到呢 就是扫罗这个人啊 他的脾气扁性不行 心胸不够快 他脾气扁性表现什么呢 暴怒苦毒 暴怒苦毒 人呢 就是说 遇到事情以后 一定要镇静 该怎么做 怎么做 是吧 不需要发怒 你发怒的时候 就是把整个的一个 情绪搞砸了 把关系搞砸了 是吧 那让你这个丑陋 表现无疑 是吧 所以呢 这个保持 这个扫罗在这方面不够 在另一个方面呢 在一个是嫉妒 人都有嫉妒之心 只是情众不一 是吧 如果宽心 心胸特别宽大 那这是太好 太好不过了 OK 这个唐聪仑牧师就说 他说我这个 我周围的人呢 就没有心胸太宽 我觉得我自己呢 是相当宽宏的人 我是一天 经常呢 是找这个 比我自厉害的人 比我这个 向人家学习 从来基本上 不嫉妒人家 是吧 不嫉妒人家 但是这很少 所以呢 扫罗呢 他手下有一个 这个护卫啊 叫大卫 那大卫呢 实际上 他满有这个智慧 满有这个能力 可是呢 他嫉妒大卫 结果呢 把关系搞砸了 好不好 就讲这个 这个 人五完人嘛 这个扫罗 他这个 立到第一个王 结果 他就出问题了 你看 神智的时候 有问题 这个立王的时候 照样有问题 看这问题 性质大小的问题 好不好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 我们看下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我们下一次节目观看 我们下一次节目 宝贝